接下來呢,我跟各位講,OK Google 或 Siri 其實 我又講到關鍵字,它又出來了 我說它有很多話可以問 它現在,而且我跟各位講,在這近一年之內 Google 的這個東西已經也越來越進步了 有些時候你也可以用談話的來講 比如說我先問一下,比如說我可能問說 OK Google 五千美金等於多少台幣 五千美元等於十五萬五千八百零六點九二四台幣 馬上直接給你用現在的匯率直接幫你換算 OK 甚至你還可以講說 OK Google 一千加倫等於幾公升 一千美國一體加倫約為三千七百八十五點四十二升 有沒有,它可以直接做換算 但是有些它可能會比較聽不懂 比如說呢,OK Google 一千平等於多少平方公尺 一千平等於三千三百零五點七八五平方公尺 哇,我覺得越來越智慧了 去年用還不太行,今年已經可以了 OK,它可以做換算喔 而且不只換算喔,還有喔 OK Google 學校的日文 就直接出來了 就直接出來了 OK Google 學校的韓文 我對不起,我不會韓文 誰知道,至少他好像韓文 韓文,對對對 韓文再來一次 OK Google 火車站的韓文 怎麼講 在韓文化語 是嗎? 韓文大哥應該比較清楚 反正你看 有時候幾個關鍵字 你可以直接用這樣子 你看它就可以直接幫你講出來了 然後還有喔 其實我跟各位講 我就說喔 慢慢的 以前喔 這個 Google這個東西 你只有固定的幾個指令可以用 但是呢 Siri好像比較人性化可以聊天 其實現在它也可以聊天 OK Google 你覺得你比較厲害 還是Siri比較厲害 OK Google 唱一首歌來聽聽吧 OK Google 換另外一首歌 抱歉 我不懂你的意思 反正 有機會試試看 OK Google 明天花蓮的天氣 花蓮界明天有雷雨 729度 你看有很多東西都可以問 他可能你一問他就出來了 你都不用慢慢打 了解嗎 所以呢 當然我就說啦 你真的那個什麼 OK Google 你比較喜歡哪個國家 你比較喜歡哪個國家 我最喜歡的是地球 OK OK Google 播放 鄧麗君的 何日君再來 來這樣 好的 開始播放 到YouTube音樂的鄧麗君電台 喔 怎麼到鄧麗君電台了 但是你看他就播放 這個喔 我說喔 Android比那個Siri好處的是 Siri播放的音樂只能播手機有的 但是YouTube本身是Google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那個 直接你想要聽什麼 來我再倒退回來 OK Google OK Google 斷掉了 所以來我就直接碰鍵再按一次 播放林俊傑的江南 沒有直接啟動 沒有直接啟動 有啦有啟動了 現在前面是廣告嘛 還要是聲音 對 整個播手機裡面的音樂 你看江南 因為Google Android本身是Google的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叫他播送 OK 所以你看 我根本手機沒有這些音樂啊 都是Android的啊 我再一次喔 OK Google 播放鄧麗君的 你家需要我當選了嗎 播放鄧麗君的追夢人 不是 這是鄧麗君講錯了 下面帶來的是YouTube的宣傳結果 OK Google 播放鄧麗君的追夢人 好的 馬上播放YouTube音樂上的鄧麗君追夢人 所以又出來了 所以方便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已經很厲害了 那 來 我們再把最後一個功能先講完 講完回去 各位有機會再試 但是 來 我現在介紹的 我還沒有在 OK 我還沒有在我的這個 這個Google試過了 最近 不知道最近他有沒有更新了 這是我目前覺得Siri最厲害的地方 來 來 我先這裡 挑到一個 我跟各位講 這首歌 最早是他唱的 菲兒樂團 但是後來 獅子合唱團是蕭敬騰的 他也有唱 然後後來 林敬爵也有唱 但是呢 等一下喔 我先 對不起我把這個投影先弄掉 等我一下 我讓各位看一下Apple他厲害的地方 我錯了這邊因為鐮刀 我錯了這邊因為鐮刀 難怪找不到 等我一下喔 這邊網路要重新連 連到 我要連到這個 等我一下喔 馬上 好 好 快好囉 來 我說齁 他的好處是 我現在不要用全螢幕 我弄在旁邊 放在這裡 讓各位看一下齁 然後這邊我把他叫起來在這邊 好這邊是左邊是我的Apple 然後這邊我先播放第一首 等一下齁 來跳過 好那現在這個已經在播放囉 然後呢 我現在這個地方 我開始啟動那個Siri 好 這是什麼歌 這是什麼歌 再一次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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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歌 Hi Siri 这是什么歌 这是什么歌 你居然秀懂了 我先讲 我口头先讲一下好了 你就让他实际听一首歌 我自己唱的没办法 你让他听一首MV 像这个 他听了之后 他就直接呈现文字 就是飞蛾乐团的 我们的爱 但是如果你用肖敬腾的那个狮子合唱团的 你播了之后 你一样就问他说 这是什么歌 他听一听之后就说 这是狮子合唱团的 我们的爱 那你把林俊杰的歌点起来之后 你一样会问说这是什么歌 他听一听之后就说 这是林俊杰的 我们的爱 他可以区分的那个 这是Apple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 可以试一下 那安卓没有 对 他没有那个 我来试一次 但是对不起 我就先不投影了 然后看一下 这是什么歌 OK Google 这是什么歌 有耶 现在有了 Apple有了 可以了 以前不行的 安卓的可以 一样你就是 讲那个 而且他马上给我找出飞蛾的 Our Love 他是写Our Love OK 所以他的英文名称可能叫Our Love 就是我们的爱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再试一下这个 我先把这个投放给各位确认一下 我换这边 投出去 好 来哦 开始 我现在来弄 狮子合唱团了 这是什么歌 这是什么歌 有沒有 mine就是適合上牌 好樂就我們答案 現在就吃到了 再來一次喔 再來換一個 來換這個林俊傑的喔 我跳後面一點開始 這是什麼歌 OK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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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歌 沒錯 抱歉 我無法識別這首歌曲 這是什麼歌 這是什麼歌 OK 報告 OK 報告 還有點會當機的事喔 OK 報告 我 我先看一下喔 我先拿去清除掉 再一次 OK 報告 這是什麼歌 這個 從來加起來 我先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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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的時候 上學期我們在上課有教到這個 還沒有到這些功能 但他已經有陸續一直更新到那個 下一次可以給各位播個影片給各位看 他甚至可以幫人家訂餐廳 但是他比較侷限於是英文版本 英文版本 英文的他可以聽得懂 然後去跟人家訂餐廳 而且是語音助理喔 然後跟真的人講話喔 真的人回什麼 他一樣可以那個喔 可以知道他在講些什麼東西 然後可以回話 這樣子好了 現在33分而已 來 給各位馬上看一下 聽完這個就可以下課喔 左邊是語音助理 右邊是真的 法郎 朝某炸墟 abel 廠墟 10多 ware 直顯把 時間 看 你看 然後再來喔 我再給後面看一個餐廳的 訂餐廳 比真實人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问说 那个什么 那个他说没有只有四位 四位你们就直接来就好了 然后他就问说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我忘记了 反正他就讲了几个 那个人都一直忘记他要订几月期 所以一直问他说是什么时候啊 你要问什么时候的啊 然后有没有 但是那个你看这个语音助理是从头到尾是很清楚 然后他只要一弄完了之后 就会记在形式里当中 同时呢他会有一个讯息通知这个使用者说 现在已经预约好什么事情了 所以你看 Google语音助理 现在的很多语音助理也都做得越来越厉害 但是你看Google的语音助理 他是会收集很多人的数据 然后让他去学习 让他能够这个助理能够 要听那个什么我们讲的话 或者八号的指令 能够越来越简单 就可以达成我们要的事情 OK 好 所以各位 这个Android的或那个Apple的 你看这样子这么厉害的功能 回去秀给你的小朋友看 说不定他们还不知道 好不好 OK 好我们下课